無非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愛我們的家 在我的門診 有的時候看完病 我會發給小病人一個小貼紙 那時候媽媽或爸爸就在旁邊說 謝謝啊 謝謝啊 跟醫生說謝謝啊 小朋友如果不說謝謝 爸爸媽媽會生氣 真沒禮貌 幾乎所有的大人都應該知道 說謝謝感恩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知道這些小朋友在家裡 卻很少看到自己的夫妻 就是爸爸媽媽之間呢 有互相說謝謝 媽媽為家人準備了一餐飯 爸爸也沒有說謝謝 爸爸出外工作很辛苦回到家 媽媽也沒有跟他說謝謝 這個互相說謝謝或感恩這件事情呢 也許很多夫妻覺得說 都老夫老妻了 幹嘛還要為這麼一點小事情 然後常常一天到晚要道謝呢 事實上不然 我們常常說基督徒 只知道感謝上帝 卻不知道感謝人 婚姻專家告訴我們說 在婚姻裡面啊 最重要的就是大張旗鼓 任何好事情都要敲鑼打鼓的感恩 感謝或是彼此的讚美 所以如果說 我們今天要讓我們的家庭的孩子裡面 學習到怎麼樣會感恩 讓孩子覺得說家裡是一個 很有溫暖 而且是一個很有禮貌 或者是一個很懂得 這個感恩的一個家庭的話呢 其實先從夫妻之間 彼此互相感謝先做起 在婚姻裡面 在婚姻裡面 在婚姻裡面